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与拆培会立法委员办公室 在陶伦镇旭光高中图书馆举办爱的书库亲子共读演起活动 并邀请专业老师进行说故事技巧的教学 共读的最大好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更近 我们一般的话都是自己的做自己做的事情 甚至自己一台的电视自己一台的手机 可是透过这种书本然后大家一起来阅读 然后就可以有共同的话题然后一起讨论 我觉得在班级里面同学们之间当然就会更有话题 那对于爸爸妈妈跟小朋友来讲那就更好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很重视这种亲子共读 从小培养阅读的习惯相当重要 活动现场也吸引了70组家长与小朋友到场参与 希望透过绘本能够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世界 现在这个活动因为觉得对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我们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然后阅读呢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本身也是老师 那我发现就是小孩子我们如果每天能够陪着他 用一段时间来念故事给他听的话 那就会帮孩子呢认识这个世界 然后认识更多的事物 打开他们的视野 然后呢从书本去看世界 现员蔡明轩不仅到场参与之外 更肯定主办单位策划的用心 等小朋友从小就能够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跟我们虚广高中 还有我们立法文蔡北会 共同来举办一个亲子共读的活动 阅读是提升我们幼儿 学习启发的 还有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 也藉由阅读 然后增加小孩子认识我们这个世界 启发他们的想象力 提升他们的专注力 当然希望这种阅读能力 可以在我们每个学校都可以慢慢的散布出来 运用爱的书库支援 结合专业讲师讲解 让在场的小朋友与家长 都能够学习到不一样的阅读知识 更能让家长与小朋友一起阅读 一起成长 接着六圣草屯采访报道